在上周呢 这个肠病毒的急门诊 光是一个礼拜就突破了一万人次 再次呢超过了流行的警戒值 而疾管署呢 也特别提醒了肠病毒在开学的前后 还会有上升的趋势 诊监力加上难养忧心 医师仔细检查 孩童身体状况 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肠病毒再度升温 肠病毒的病例数 在上周有上升的一个现象 那已经超过流行的一个玉子 就要开学了 那么呼吁民众要注意 呼吸道的礼节和手部的卫生 迎接开学肠病毒恐怕进入高峰 疾管署二十二号公布 上周肠病毒门急诊 就整达到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一人次 再次超过流行警戒值 就怕开学期间 学童间的传播风险再上升 当前刚才攀升的还有流感 其中新增一例流感重症 一岁多的女婴 成为今年最小的流感 并发重症个案 经过两天就开始出现 有这个发烧 呕吐 跟这个嗜碎的状况 那就医之后 经过这个流感快晒 确认是感染A型流感 肺水肿的状况 所以是研判是感染流感 之后病发脑炎 所见女婴逐渐改善 已在日景离院 开案上周新增三十七例 流感并发重症个案 八人死亡 内流感就诊已达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人次 流感疫情连两周上升 还得留意登革热 今年累计到现在 有两千一百三十五例的登革热的本土病例 那其中有十例的重症 有两例的一个死亡 八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 新增五百五十六例本土登革热 并再增一人死亡 除了登革热迎接开学 也得高度留意肠病毒和流感 就把病毒再延伤 节奏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